因为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 别人说你一下不是 你就开始觉得 怎么对我这样子 别人同事你在背后 说你一件事情 你觉得我平常对同事很好 然后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气呼呼的 想把他怎么样 他人之物不上我心 别人对你的不谅解 别人骂你 或别人对你的 什么指指点点 或是他人的错误 是他人的错 不是你的错误 不要用他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千万不要有说 谁是高谁是低 谁是凡人 谁是有情人 没情人 不开心生气事情 没有什么的 这个是没情人的专利 没有 也会生气 没情人也会生气 皇帝也会生气 乞丐也会生气 这个跟你的地位 你有多少的钱 有多少的工作 不是 有钱人的烦恼是什么 怎么避税 钱太多也就是烦恼 没钱人 是怎么去交房租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也是烦恼 所以生气跟烦恼 跟怨气 这些都是 如果你没有修炼 就是内心的修炼的话 都是很难处理的 有一个就是20亿美金的富翁 他突然疫情的关系 就是他失去了10亿 但他还有10亿的美金 然后他很不开心 很生气 然后很有怨气 同样像一个农夫 他有两头牛 然后他也失去了一头牛 他也很不开心 但这两个人 同样事情 失去这个东西 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生活还是照样过 每天上菜还是照样吃 衣服也是同样 就是那样穿而已 不能说你少了一件 少穿一件衣服 你少了一点东西 少吃一场 没有 千万不要说 就是平民百姓 或是什么地下 跟地位都没有关系 是我们从根深蒂固的 教育跟我们的思维 thinking process有关系 不生气最好的方法是 从内心的你的思维 改变练习 第一个练法 我前面讲的 从早上那一天开始 你开始学会怎么样谢谢 怎么样感恩的时候 你的生气就会越来越少 你的怨气会越来越少 另外一个 你就是练习 就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 你练习 这一盘窗 非常感恩 感恩农夫 感恩水 感恩任何东西 甚至你买一件衣服的时候 感恩制作这些人的人 不要觉得你花钱 你就值得了 然后睡前的时候 就是你把整天 把怨气全部都放下以外 感恩所有你拥有的东西 不是说一直在欲望 或是痛苦上面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要换一个思维 就是说你要谢谢 你要知足 是你拥有什么东西 不是你失去什么东西 如果你这样的时候 慢慢你的思维改变 改变的时候 你就看到的万事万物 都会循环到一个善的循环 我们人生像二世节气一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二世小时 二世小时的 所以比方说我们的健康 养生的方法 二世小时都不一样 晚上十一点到三点要睡觉 早上要养肾 肝肾所有的中医系统 都在讲这个 你的运势也是一样 你的财富也是一样 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人生每一个思维 你的思维改变 你的财运改变 你的思维改变 你的运气改变 你的思维改变 你的情绪改变 意思是说 你寻到善的循环 循环是一定要去抓住的 在印度有个习俗 他们常常算那个星座 算得很准 西藏也是会算 但就是唯一的人是不能算 修行人是不能算的 因为修行人他可以改运 所以算命的人 不敢修行人算命 一般平民百姓可以算准 因为你的运势大概知道 因为你没有改变你的思维 你的思维一直在track 在按照以为是的 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父母教的 或者是copy同事同事这样的 你fix住的时候算得出来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算出来 你的命要在自己手上是 你要思维改变 所以我在台湾也是 很多星座 很多人碰到我时 不敢给我算 你的不能算不能算 我就说对啊 你不能算 你算不准我 对 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运 思维改变你的健康 思维才改变 你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思维提升的方法 就是从感恩开始 一旦感恩的时候 你的生气气就会越来越少 一旦感恩的时候 你的open mind 意思是说心胸打开了 心胸打开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好坏都可以容纳的时候 你就是高人 你的高人的时候 你所有的事情发生事情 健康也好 财富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什么都会变化 因为有时就是说 比方说你不顺眼的事情 不认同事情 你就track进去 你就跳进去 跟他argue或是气 然后你怎么会这样子 我常常跟很多夫妻讲 在吵架的时候 虽然你不认同 你不要顶嘴 你不要反驳 闭嘴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原则 就是禁 真正的沟通是什么 知道吗 真正的沟通是listening 不是辩驳 因为你深圳聆听的时候 你听到背后更多的 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一旦一直在争论的状况 然后你的主观意见 这个非常强壮的时候 夫妻也好 同事也好 员工跟老板也好 都没有所谓的沟通 很多人就是以为是 他错 我对 然后就是一直要辩驳 没完没了的 就气就会来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 我们静下心来 听一下别人的意见的意思 说我刚刚所说的 Open Mind 因为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 别人说你一下不是 你就开始觉得 怎么对我这样子 别人同事你在背后 说你一件事情 你觉得我平常对同事很好 然后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真的没办法去接受 认同这件事情 然后气呼呼的 想着怕他怎么样 这本来事实上 对你不爽的 对你不顺眼的很多 这是事实 只是你要不要保护好这里 连就是圣人 上师 有能力的人 有很大企业家 都有很多对他的不谅解 不是啊 批评人的一大堆 这个就是万事万物的概念 但就是别人批评 我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要练起来一点 他人之物不上我心 这两个字里面 我学过非常多的文章 希望大家就从这两句话里面 悟到一件事情 别人对你的不谅解 别人骂你 或别人对你的 什么指指点点 或是他人的错误 或是就是任何东西 是他人的错 不是你的错误 不要用他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他人就说你什么 你就是乱七八糟 他说你偷东西 你没有偷东西 你怕死 不要说他偷东西 他这样污蔑我 然后他情绪睡不着 怎么可以这样子污蔑我 他情绪恶度伤害 何必呢 也是一样 主角就是自己 永远就不要变成情绪的奴隶 比方说别人你白痴 啊这么说我白痴 然后就跳起来 你就变成别人嘴巴的情绪的奴隶 因为别人说什么 我们谁都不知道 谁怀疑你 我们都没办法掌控 我们没办法去fix 任何发生的事情 等一下你回去 老板对你瞪一个眼睛 怎么做这件事 你也不能掌控啊 因为你不是他 但你可以掌控他骂他的 你心平静是你可以掌控啊 什么样刺激进来是别人决定 我没办法掌控 但我可以掌控 怎样去react 怎样去反应是 我可以决定啊 我可以装傻啊 我可以没听见 讲是是老板这样子 哦知道了知道了 一种反应了 气的要命也是一种反应了 所以任何发生事情就是true choice 你要从善来接还是恶来接 恶来接受伤的事情 善来接是对自己有利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 生气怨气是毒药 意思说我不能再吃毒了 只要这两件事情DNA一样 生根在你的大脑里面 你就会时时提醒自己 这样进步的时候 最大最大收获者是 你的情绪越来越smooth 怨气越来越少了 生气越来越少了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是心平气和 为什么不要呢 人生活一天活两天活50岁60岁 只要你心平静就是值得 就是赚到不是你拥有多少 你的情绪就是最大最大的收获者 你只要快乐一天就是赚到 你的忧伤一天 就算你这个月赚到几万块 也是赔的 因为你赔掉你所有健康的东西 给你的福报会消耗掉 情绪来的时候 你吃一张一千块的感觉 就觉得吃垃圾的感觉 就觉得怎么这么难吃啊 或什么 你情绪很happy很开心的 就讲到能量给福报 你心情很愉悦很开心快乐时 吃50块的便当吃起来 一两千块的大餐的感觉 那种感受 所以我们人生是来感受的 不是说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value价值 吃50块的感受一千块的感觉 那再就是那叫做人生啊 不然你有拥有这些东西要干嘛 所以意思说情绪最主要的原因是 改变我们的life experience 人生的感受 人生就是来感受的 你就是任何事情是一个experience 你在痛苦的experience过一辈子 你开心的experience过一辈子 你快乐的喝一杯水都觉得甜的 也是赚到啊 你穿一件衣服觉得很美 就算几百块的也赚到啊 你穿一个想那样的 然后觉得每天不开心 几十万也没什么 是一样的概念 人的思维决定 万事万物的所有的发生事情 所以情绪 最主要还是你的thinking process thinking process 怎么处理 从感恩开始 你看美好的事情 改变自己的想法 一件事情记住 就是比方说 家里有老公 或是由同事 由老板 任何事情 拿他的一件好的事情 或是他的优点 把它放大化 只要放大化 看他的优点 就像太阳一样 然后星星 他的缺点非常多 但就说 因为太阳升起的时候 星星就看不到了 这个意思是说 不会计较的意思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一个缺点 就是小小事情 夫妻吵架都是小事情 你就没完没了 他就吵下去 我们这辈子要学的是 就是简单化 复杂简单化 思维简单化 像小朋友一样 所以越简单是 过得越轻松 有时就是一件事情 你把它复杂化复杂化 情绪复杂 看法复杂 然后就是更 越抗越恶 越抗越复杂 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其实祝福别人 等于在祝福自己 懂吗 你千万你不要有这个思维 他是对我不好 他是我的敌人 希望他死 希望他我运气不好 千万不要有这个思维 这个叫做恶的思维 不要track在恶的思维 就算他对你不好 如果你的思维改变 希望他也不要遭遇到同样我的事情 希望他也不要运气不好 希望他更好一点 不要那么恶劣 不要那么恶劣 坏人的时候 希望他更好一点 我们的心胸不要那么狭窄 就是这个人好 对我好 就是我很感恩 对人对我不好 我要报仇 我要干嘛 你报仇也好 恨也好 讨厌也好 最后的受伤是自己 不是别人 你一旦讨厌敌人 或是你不顺眼的时候 你只要起了这个念 起了这个恨的时候 敌人不会怎么样好好 我常常讲 就是说你生气 生气别人 或是怨别人的时候 等同自己再喝毒药 你喝毒药 希望他死 是你死还是他死 一定是自己 因为你的恨 你的怨 你自己会倒下去 反而又换一个角度 希望他运气好一点 希望他更好一点 希望他不要那么恶劣 希望他这样伤害 也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这样对他自己也不好 那叫做慈悲 人这辈子最主要最主要的 就是要爱自己 爱自己的方法 就是说这些都是 对自己最好的方法 为什么不去做呢 祝福你的敌人 祝福对你不好的人 祝福害你的人 撞到的是自己 你祝福他 他不会得到什么 但是我们心里的成长 为什么不去做呢 不用花一毛钱 我们要好好爱自己的方法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心理 心理的成长 把心胸打开 好坏都能容得下 你就成长 如果你喜欢早安今天上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